接下來是一個會考 然後但是很簡單的內容 比如家庭用力安全 我說會考是考這個 短路 就是有兩種情況下 燈泡不會亮 一種叫做斷路 像在圖上顯示了 那個線斷掉了 不通了 那個叫做斷路 然後它就不會亮 另外一種呢 就叫做短路 短路就是很短的路 不是啦 短路就是一條很容易走 很容易走 沒有電阻的路 我碰到兩條路 一條電阻大 一條電阻小 大部分都走電阻小的 少部分走電阻大的 所以電流跟電阻層 反比 那假如有一條沒有電阻的 那麼大家都會走這條沒有電阻的路 另外一條路 就沒人走 它就沒有電流 所以燈泡就不會亮 所以這裡面直接交叉 下面的路直接交叉 導線沒有就直接過去了 所以上 就不會經過別的地方 所以它就不亮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短路 這個燈泡不會亮 因為抖過來有一條銅線 有一條有燈泡 銅線我們假設它沒電阻 所以大家都會過去走這一條 然後底下就沒人走 或者是你真的要去算的話 就是一個電阻很小 底下的電阻很大 所以幾乎全部都走上面一條短路 所以它就不會亮 不會亮 所以這個現在要短路 短路的時候燈泡不會亮 另外考試題目會一種 畫一張圖 問你哪個燈泡亮 哪個燈泡不亮 通路的會亮 段路或短路的不會亮 段路或短路的不會亮 那麼如果你就算真的算它有電阻 這樣要併連 我們講過併連總電阻會變小 所以你現在有一個好小好小的電阻 總電阻變得更小更小 然後電流就變得更大更大 更大更大的電流幾乎全部都走上面的那個東西 它叫I平方 它要平方倍 所以雖然你R比較小 可是你I要平方 這樣它還是會產生很多的熱 然後就會容易引發火災 這叫做電線走火 叫做電線走火 所以這樣短路的現象會容易產生電線走火 或是產生火花引發爆炸什麼之類的問題 OK A 好這個問題 用圖所示電路圖電包都不壞 A沒有亮 為什麼A不亮 為什麼A不會亮 這很簡單嗎 A不亮的原因是什麼 9號 9號 9 小小小子大 為什麼不亮 短路 你聲音好小喔 快聽不見 請坐下 短路 好 好 好 這樣子問剛才比較沒程度啦 但是就會問 畫圖 問你誰亮誰 不亮 看到段路不亮 看到短路不亮 通路了才會亮 OK 下體稍有程度一點 他告訴你我有三個燈泡 其中只有一個燈泡是壞的 只有一個燈泡是壞的 我想要查查是不是一壞掉 我可以怎麼接 知道是不是一壞掉 我可以如何接 知道是不是一壞掉 只有一個壞掉 我想知道是不是一壞掉 我可以怎麼連接 就知道是不是一壞掉 我怎麼 來 看一看 看一看 我要怎麼接 如果一會亮 表示他怎麼樣 沒有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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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正常接 如果一不亮 就會壞掉 你懂嗎 如果正常接會亮 就是沒壞 如果正常接不亮 就是壞掉 壞掉 或者是你知道 壞的是二跟三 那也是好的嘛 如果你知道二三就好的 你也知道一是壞 應該會壞掉 會壞掉 所以你的想法可以這樣想 OK 停車戰界問 我們 怎麼接可以知道 我愛的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我也找不到帥哥 怎麼都找到 來 28 28 2 2 你選B 請坐 你的答案 選擇叫做B 我們答案叫做 珠 甲跟比 所以 假設接AB 如果接AB 鐵定E不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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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如果23都亮 E是壞的 23不亮 2跟3有一個是壞的 那E就是好的 如果我接的是B跟豬 如果我接的是B跟豬 那23都短路 23鐵定不亮 那1亮就是好的 1不亮它就是壞的 所以我就會知道到底誰是壞的 所以呢 我們答案呢 選的是豬 甲跟比 可以嗎 可以